好 另外来聚焦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正式将跟蔡英文总统在美国来会面 不过否认选在美国是 避免试处入北京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蔡英文总统将出访美国 受邀在雷根总统读书馆发表演说 宣布这是参选2024总统的前监察院长 王建仙他直言 不懂为什么每个选总统的人 都要去美国去拜拜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披露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和蔡英文总统会面 但地点不在台北而是美国加州 对此麦卡锡正式消息 我看到一个报告 说我会跟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联邦总统 但这没有关系 如果我去蔡英文或不 中国也不能在台北而是美国联邦 但对于两人在美碰面 是为了避免北京强烈反弹一说 麦卡锡也间接否认 而根据外媒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蔡总统将在4月出访中美洲 瓜地马拉以及贝里斯等友邦 途中过境美国 预计先抵达纽约再到加州 并受邀到当地知名的雷根总统图书馆 发表演说 对于一连串消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出面回应 提醒美国要遵守承诺不支持台独两个中国 以及一中一台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其实不光是蔡总统八年任期毕业旅行 安排访问友邦以及美国 打算搅逐2024总统大选的各党大咖 也酝酿访美行程 而表态将参选总统的前监察院院长王建轩 对于蔡总统将与麦卡锡与美国会面 他直言实在不理解 他呼吁台湾人要有自尊 不理解为何选总统的人都要跑到美国 记者李令涵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来看蔡英文访美 是不是李登辉的2.0版呢 所谓的蔡麦惠 北京现在严正交涉 先来看的是呢 现在传出预定在4月初 蔡麦惠敲定在美国的加州要来举行了 好 蔡英文跟麦卡锡 他们的双方的会员 安排在洛杉矶情州的原因 是不是有部分也是在做给大陆看呢 会不会有所谓的外交突破呢 可以观察接待的规格 另外呢 蔡麦惠的媒体先行曝光 是不是美方默许的 要测试对岸的底线 现在对且战且走呢 好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毛宁就目前表示说 过境美国 其实呢 中方严重关切 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 而且同时已经提出严正的交涉 要求澄清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那国民党立委曾明宗则是认为呢 其实他说国安冲击应该要做好因应了 负面的影响也要把它尽量能够降到最低 而另外呢 台大政治系的教授佐建东则认为 如果负面没有提升台湾的安全 也没有强化安全的承诺 那这个活动就是烟火式的活动嘛 所谓的烟火式的活动就是帮助有限 看起来很华丽 没什么实质 放完就没了啦 我吴子佳则说 蔡英文参访是顺便到加州 这个感觉这个规格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哪里有超越李登辉啊 现在的关注点其实都在 赖清德跟侯友宜身上嘛 就是蓝绿可能是2024下任总统的人的身上嘛 谁还管你 蔡英文 好 卸任一个即将要卸任的一个总统 好 讲得好像很大尾 请问有什么意义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啊 好 另外呢 起来看的是呢 郭正亮他就认为了 国安会秘书长的顾立雄 之前去了美国华府近郊的 维吉尼亚州AIT的总部 赖清德也有可能比较哦 哦 这个震撼弹丢出来 时间点有没有可能落在七八月呢 毕竟赖清德也是民进党 这个来定于一尊 来代表参选2024总统大选的 最高可能的人选 那大家认为 这个是不是更值得观察 不过相对于蔡英文过境美国 好 郭正亮亮哥所提出的震撼弹 抛出来的就是呢 副总统赖清德 会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访问美国 而且如果真的访问 其实更会引发两岸的紧争 按照以前的惯例 台湾的两党总统候选人 在大选前都会到美国的纽约 甚至华府来做一个访问 如果赖清德出现在AIT的总部 赖清德的副总统身份又相对很敏感 恐怕会引发大陆的过度反应 我觉得真正的会引起两岸 比较敏感的是赖清德去美国 是 因为我们过去的总统候选人去美国 几乎都是去华盛顿或纽约 这两个才是真正的重大城市 那赖清德现在是副总统 可是他又是候选人 那难道你要叫他到洛杉矶跟你见面 这个有点怪吧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会引起比较大的 这个大陆的关注 应该是赖清德到底要去哪里 如果他去纽约这也是很大突破 那如果是比照顾立雄去AIT总部 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 这个也是空前的嘛 因为你至少是副总统啊 对不对 那因为顾立雄那个国安会民主党 毕竟只是个幕僚嘛 那你是民选的政副总统嘛 民选政副总统去AIT总部 算是大突破啦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我 别了 叫� traveled 修过 发摘 营养 阮 第五